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妃无故滑胎 而布人上正正写的是李妃的年庚八字 要不你实施验胜之术残害李妃 为何不人在你寝室里搜出 李妃娘娘和我无仇无怨 我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你妒忌李妃怀有龙胎 宫中飞瓶为了争宠 通头施行验胜之术 遭到人赃巨祸 百口莫辩 验胜之术又称验镇之术 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巫术行为 无论是宫廷或是民间 都有人利用他来加害他人 在江城县有个双路村 有一个才子年轻力壮 妻怯成群 但多年来一无所出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有人将一个去世的布人 放在他的床下 苗妮指的是验胜之术 验这个字在古代通压 所以他的意思是 透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来压 来达成他的目标 一般来说有几个特殊的目的 第一个是诅咒对方 再来是为了避水灾火灾 再来是为了要取得 对方的喜爱跟信念 验胜的说法 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 引屋檐与坐骨 盗柱组 以吐为验胜之术 如果哪一户人家被施验胜之术 轻则家宅不宁 重则患上恶极 遇上灾结 甚至家破人亡 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 古代后宫嫔妃斗争不断 施行验胜之术 也是常见之事 鸳鸯的尾巴 把它烧成了灰 想办法给 就是这一杯 这个酒里面摻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鸳鸯鸯 然后你一杯我一杯 这样子就是会招媚对方 自古以来大家都觉得 这个东西非常有奇效 所以从汉到唐到明 都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 谁敢使用验胜的方式 谁就必须被严厉的制裁跟处罢 相当于谋杀 即使在宫中施行验雄之术 其罪当初 为了得到皇帝宠爱 仍无所不用其极 汉武帝时期的皇后 陈阿娇 因为妒忌魏子夫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便起了歹念 请来了女巫师诅咒魏子夫 下场相当凄惨 因为哀家怀疑 有人在宫中施行验胜之术 皇上 太后 臣妾再愚昧 也知道在宫中施验胜之术 最大滔天 臣妾又岂敢以身试法 请皇上和太后 彻底搜查请宫 以证臣妾清白 这个巫术呢 后来就被皇帝给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呢 皇帝就下令派人 把他身边周遭的这些女巫 全部都刺死 然后呢 再把阿娇更封在冷宫当中 汉唐时期 后宫嫔妃借着验胜之术 夺宠的案例层出不穷 唐玄宗的第一任皇后王室 也是因为入宫多年无所出 遭玄宗冷落 于是王皇后的兄长王守一 便向宫外僧人 求取验胜之法 有一个和尚就提供了 这个方法 就是教他们祭北斗七星 那取这个雷劈过后的霹雳木 来上面刻着天地文 以及皇帝的名绘 然后佩戴之 那这样子不仅可以生下指示 而且这个指示以后还会成为未来的皇帝 遭雷劈过的霹雳木 被视为是具有神力加持的物品 在刻上皇帝升成八字及名秽 加以施术 王皇后以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重新掳获唐玄宗的心 但人算不如天算 最后事迹败露 王皇后被贬为庶人 他的兄长王守依遭到诛杀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我们宫廷里面斗争 也常常会借用这个法术 或者是跟法师学一点 那最多的宫廷物术 因为在宫廷里面 那很严重的 所以几乎都是会用所谓的藕术 利用某些具体的代表人的东西 比如说稻草人偶 或令盘 指符指人指马 甚至有些是涂晃 然后用钉子 用针 或者用一些特别的器具 来加以炸 那通常在代表性的东西 要加上对方的生辰八字 一滴鲜血 或是毛髮等等的东西 据此用来诅咒 或是改变对方的心意 为了改变帝王心意 招数众多 其中自古流传至今的 藕术相增术 就是后宫嫔妃 最常见的艳神之术 藕的就是藕跟女的藕 那么背对的背 中间就是用这个八字 把它固在 比如说皇帝的名字 那飞子的名字 然后用两个扇子夹在 阴凉扇夹在这个扇里面 把它捆绑 这个飞子常跟帝王 在这个凉亭的附近 这个弹琴说爱 我就在这个附近里面的方位 埋在这个花园里面 那么他们每次来这里 可能到最后就不欢而散 我只是想 如果天下间 真的有一种 这么灵验的符咒 我早就用它来对付 这个讨厌的皇后 那就不用为了保住这个位子 要筹谋这么多年 伤神这么多年 身宫即末 很多常年苦朽空归的嫔妃 选择以超自然的艳胜之术 来争夺宠爱 如果拆散皇帝 与其他后宫嫔妃的法术无效 就施行控制皇帝的艳胜之术 然后这个针刺这个子仁 刺这个子仁 它这个要边刺边念咒语 这个男的 被我这个子仁法做到的时候 他吃不下饭 他就会想到这个女的好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这个女的好 头痛的时候 他就想到以前他们甜蜜的时候 艳胜之物可以是桃木做成的人偶 皇纸剪成的子仁 也可以是一块被雷劈过的霹雳木 据说当艳胜之物被发现时 只要把它销毁 就能破除巫术效力 但施术者则会受到咒误的反扑 在司法术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很坏 反扑 当然也就 过来的时候就会很糟 那个不如明明已经烧毁 怎会从娘的寝室里搜出 娘 你是不是瞒着女儿 顾及重世 我没有啊 我真是冤枉的 女儿查过香辛寺 他们已经择日 十日后十九五十 执行侥幸 十日 娘 十日 十日后我就要死 艳胜之术透过诅咒加害他人 同样是超自然力量 在道教中 则是利用符咒及令符 驱邪必凶 如果请一个雷 我就画一个 那假设我需要有五雷来讲 我这边都得要落款 落在这个圈圈里面 都要得落雷的这个硬性 这张符要硬练 那我得要把笔头转过来 转过来就是代表硬性的意思 那有的法师他拿到这个桃木 被垫极的被雷极的 他就用那个来盖 这是盖章的时候 盖章的时候 手跟脚同时要下地 五雷符以朱砂绘制朱纹 用于安家镇宅 另外在道教中 还有一种五雷令符 外表看来只是普通的木块 但它能够用来交换十方神仙 辅助道士施法 比如说你要骑雨 还是要防洪还是什么 看你是什么法术 那你就招请什么神 所以叫做五雷号 雷印它当然就是从雷印 直接印证打在树木上 那这个树木本身里面 就已经是雷加持过 所以就代表就是雷神 已经在能量的频率 已经记录在这个树 五雷令符一定要由 被雷劈过的木头制成 最好还是向着东方长的树枝 因为不仅吸引了雷电的力量 也有太阳的加持增加它的神力 令符上头刻着五雷号令 侧边刻上二十八新秀的符号 这么一块手掌大的令符 可遇不可求 光是要找这一块木头 可能我就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在找 因为这些令牌多半都是传承很多年的 有一些的材质很古朴 然后用的是特殊的木料 所以是按经历过很多年的使用 看起来还是那种 有点像金属似的光景 其实雷神在原始社会中地位极高 在《河图地计通》中有记载 雷天地之古也 皇帝以雷惊喜 皇帝能打赢与吃油的逐鹿之战 都是雷的功劳 什么叫地出福镇 就是说上帝是从雷镇出来的 所以雷神就是在这个过去里面 那么他在道教里面 或者是道教里面的概念里面 认为这个世界的开始 那么就是从打雷开始 雷批中树之后会带来火 在原始人类的使用火的源头里面 天火是最重要的来源 所以雷一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形象 人们一开始将雷神称为神兽 《山海经》记载 东海中有流泊山 骑上有寿 出入水则必风雨 骑光如日月 骑声如雷 到了明晴之际 史书形容雷神 壮若立世 背叉两世 脸世如猴 下汗长而锐 足如鹰 左手直屑 右手持锤 坐欲极壮 随着时间的推移 雷神的形象更趋完整 在他的腰间还有五个骨 脚上还踏着一股 所以在他出巡的时候 都会乘坐着云雾 然后腾云加舞只要看到 有不端的行使 他就会极下雷极来讲散罚恶 雷神手持神锤 为大地带来雷电风雨 也用来成凶罚恶 自古以来 当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 经常会寻求各种超自然的方式 尝试改变现状 像是验省之术 以别人的痛苦或死亡 换取自己的快乐 如果想要消灾解恶 便请出神力十足的五雷令符 其实所有的祈愿 本在心存善念 如果心术不正 就算暂时达成目的 未来也必定得接受负面的反扑 令人措手不及 后悔万千 我们刚看到的验省之术 只是暂时的 扰乱天道常规 这个报应最后还是会回到 自己的身上 所以使用法术 真的是不可不慎 继续要看到的是 在中国神话当中 狐仙一般指的就是狐狸修炼 兴取了日月精华 而变成人形 他们有独特的魅术 不过受到了中国 聊斋质疑的影响 狐狸的聪明伶俐 通晓人性 也被赋予了人格化的形象 逐渐的转为正面 我们休息一下 来看看狐仙的法术